麥克風造型的矽紙星光橋是附近居民休閒散步的好地方 只是一直以來都有民眾貪圖方便 騎機車沿著步道還騎上了星光橋 影響散步民眾的安全 所以市府高灘處也在沿線施坐路主 禁止機車進入 現在完工了 18號下午議員張錦豪也前往關心 星光橋跨越基隆河兩端又可以銜接步道 每天總是吸引許多人到這裡運動休閒 只是從啟用以來 就不斷有民眾騎著機車走步道之後 還騎上了星光橋 就為了閃避紅綠燈走捷徑 要到對岸去買菜 這也讓散步的人好危險 基隆河的自行車道跟人行步道 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 除了很多大人帶小朋友出來這邊遊玩以外 很多在愛跑運動的人 會透過我們基隆河沿岸來運動 但是因為最近有很多民眾在反映說 有一些機車會透過我後方這邊 從星光橋去到對岸 那這樣會造成我們民眾運動的危險 還有大人帶小朋友也相當危險 算入口處有立了標示牌 清楚告知 起機車禁止進入 但還是有民眾當作沒看到 而為了安全起見 市府高灘處也在沿線 是做了長長的欄杆還有路主 要阻擋機車在違規進入 保障休閒民眾的安全 這裡是屬於我們這個 江北里少有可以運動 還有就讓全家人一起運動的地方 這樣子的方法更好啊 因為假如說因為他那邊就指標說不能 就是不能上去的那可能有些人上去 還是可能是不曉得還是怎麼樣 那假如說做成那個的話那會更好 對而且也讓那個比較安全 那機車我們是禁止他進到我們的自行車道 也禁止他到星光橋 所以這次透過高灘處來做一個入主 可以看到除了我後方這邊 禁止機車進到裡面去 旁邊也都把他圍起來 那對岸我們金融河的左岸那邊 其實也有做了一些相當 就是管制的一個入主 現在完工了18號校 議員張景豪也來關心 白天雖然天氣還是很冷 但不時有太陽公公露臉 還是有不少民眾來走 而現在沿著星光橋兩岸都失作了入主 要讓大小朋友走路散步都更安全 嘉誠慧玲 細紙採訪報導